徐凤年站在窗口 转头对一头雾水的王云书招了招手 让他走近后 轻声说道 你去跟你义兄说一声 看在你的面子上 本世子准他带兵入城 有衣装不用干活就正军功的好事要便宜他 王云书使劲搓手 跃跃欲试道 殿下 能不能让咱也凑个热闹 徐凤年笑问道 你可有士族身份 王云书也坦白 乃言道 有有有 我爹死要面子 嫌我不务正业 逢年过节带我出去见他的同僚都颜面无光 就跟义兄讨要了个小五掌 徐凤年玩味道 小五掌 在边境上可是得斩杀过蛮子才能有的位置 王大公子悚然 干笑着不知道如何补救原厂 徐凤年也没有计较 挥手道 赶紧去跟你义兄商量 到时候你也别来逃塞楼了 让交五一兵分两路 你跟他分别去清荣关和连堂 如果城门那边问起 就说是太守颜的调令 之后再有人问起 就说是本世子让你们去的 王云书告辞 带着狼道里那些护从恶奴一溜烟跑出了逃塞楼 为了避嫌 离得稍远的草准和雪衣面面相去 不知道这事唱哪出 徐衍兵走到窗口附近 望向柴妃院 微笑道 恭喜殿下酌情有物 徐凤年点了点头 感慨道 世人只知道魏晋有大遗物 似乎也有误打误撞的好时候 徐衍兵摇头道 世子殿下的魏晋 如同赏课借花一揽 藏家帮殿拉开画卷一脚 便迅速收回 这等魏晋 比起画师自己作画误入歧途 遗骇显然要小 而且殿下此番所悟 不是叩问长生的纸玄 而是浩然清明的天象 这源于殿下二十几年读书 以及三次游历的所见所闻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才是为何读书人为何代代相传 极观就须复及游学 为此方能厚积勃发 在某个时刻也就水到渠成 不过徐衍兵所说 都是只上谈兵 殿下能够亲身连番魏晋和迭晋之后仍事物的天象精髓 便是徐衍兵也自认做不到 徐凤年笑道 徐叔叔 你这都是快要超凡入胜的人 就别给我一个二品内力的半吊子家伙说好话了 徐衍兵一笑置之 徐凤年心中难难 方才所设境界 过于飘渺玄妙 可似乎既不是只玄也不是天象啊 仿佛手指一勾 就能让一些看似近水楼台实则远在千里之外的物件 破空而至 只是这种境界一闪而逝 并不牢靠 具体如何把握细节 还得看以后机缘 黄南郡自打黑里叛变 又有寒伤这种在北芒婆有地位的老蝶子暗中呼应 整个郡的谍报就算是根子已烂 越是惊艳老道之人 越是容易灯下黑 谍报这个圈子有捉队的习惯 既有身份曝露之后敌我之间的捉队厮杀 也有同一阵营的捉队呼应 不过后者一般只有到了某个位置的重要文蝶子 才有资格被五蝶子钉烧保护 许多护驾 文蝶子一辈子都不知道有哪些人为自己而死 往往只有等到紧急撤离 才被告知有人死了 寒伤无疑是北芒在北梁梁仓渗透的重要一环 有寒伤这种武道修为跟他身份极不匹配的文蝶子 自然就会有徐凤年嘴中的老王八潜伏在泥潭底部 只是狡兔三窟 谁都不知道三座老巢里会有惊喜 这次秘密绞杀 应是主要负责蝶子相对稀少的青荣官 有准要调着的肥肉则是整个连堂 上头有令 可挫杀不可挫放 这两批北梁杀手都势力彰显 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物力人力去应付 因此这两波死是不但劈软甲配短刀 还背负弓弩 而柴飞院在三者之间最不被重视 一些位阶不高的闲杂人等就给丢到这边 有准和应是兼有 这里头的较劲不可避免 洪书文跟任山羽就在此列 任山羽仅是两名小头目之一 还有格老人 名字都被人淡忘了 只习惯喊他老树墩子 据说在北梁当了很多年死士 结果到今天为止还没去过一趟北梁王府 就更别提近距离见一面大将军 一身老旧的江湖气 有准方面的掌饰是个看上去吊儿郎当的中年大叔 姓宋 这次除去外围蹲点望风和绞杀漏网之余的两拨十余人 进入柴飞院子有六人 这位姓宋的装成了一位外地豪客 脖子里挂了条好几斤重的粗壮金链子 洪书文是他的狐朋狗友 认山羽成了宋老爷私人豢养的狐妹子 还有三人都是有准那边的精锐 一身护从装束 不配兵器 不过那里都藏有匕首和短钩 进入柴飞院之前 相互之间都有过粗略交流 擅长哪一路数 何种兵器 都不能藏私 做死事 不是闹着玩的 荣不得谁单枪匹马逞英雄 一旦发生大致上势均力敌的接触战 有没有配合 配合是否闲熟 完全是两种结局 说不定就是生死之差 柴飞楼主要目标是一位荣登花魁不久的女子 也不见得就比前几位花魁姿色出众 只是男子喜心厌旧 就好尝鲜 让她的生意就显得格外好 今晚有凤阳俊老爷花了七百两银子 原本是要她出局 即是出院子过夜 不过小看了柴飞院花魁的行情 一听说这位凤阳俊毫申要出局 马上就有人抬杠出六百两 就在柴飞院里头雨水之欢 那花甲老头只得要回一百两 打消了出局的念头 只好冷落了外头私宅里一名新买下的俏丽丫环 在王瞳却挖掘出来的谍报上 柴飞楼负责给老板与权贵牵线搭桥的小宝 也是一员北梁出生却中途投靠北莽的谍子 此外 这座青楼的护院教头跟几名师兄弟则是实打实的北莽南朝死士 柴飞楼总计新号新号人 能玩命的也就一半 所以有谁都是一把好手的有准英是十六七人李应外合 于情与李都毫无悬念 事实上一开始也的确很顺利 有准头目宋谷跟任山羽去了一间早就订好的房间 楼顶上恰好就是花魁待客的屋子 他喊了未扮红不子的清官 妓院对于恩客自带女子并不排斥 不过想要让当红的明记跟陌生女子一起游龙戏凤 也不容易 就算明记自己愿意 妓院这边也多半会推三组四 因为怕好不容易捧出来的当红妓女这么一闹 身价就跌了 所以没有高价彩头是万万请不动的 宋谷的帮贤红书文得了一大袋子银子 跟那位小宝纠缠不休 死皮赖脸要让他破例皆客一回 其实红书文相貌不差 本身又是北梁豪族弟子 又被他用杀人杀出一股子殷气 那二十七八岁左右的女子不知是不是对这家伙亲眼相忠 哪怕红书文的银钱根本不够他的身价 也仍是答应下来 只不过他是柴妃院小宝 有无数鸡毛蒜皮琐碎事物缠身 就让红书文动作利落一点 速战速决 红书文笑着映成下来 自曝其短 说他是出了名的快马加鞭 惹得女子眼神娇媚 信号信号苦短 更没有人嫌命长 低漏点点滴滴 对柴妃院地形烂熟于心的三明有准 熟门熟路找到那几位正在小院喝酒的护院 二话不说就痛下杀手 一张袖床上 那位察觉到杀意后想要手刀捏断红书文的脊柱 结果被红书文率先一手轰在丹田上 然后五指如钩 掐住他的白嫩脖子 一点一点目送他断气 笑咪咪道 回头我可得把银子拿回去 咱俩同床那是情投意合 花钱买春算怎么回事 几乎同一时刻 宋谷正在欣赏屋内妓女的脱衣 走到他身后 他回眸一笑 宋谷笑着一手捂住他的嘴巴 用力却不用气 一拳锤在他后心口 当场锤死 早就不耐烦地任山羽跃上桌面 脚尖一点 直接壁虎贴墙 一般黏在天花板上 确定了楼上动静 双手撕裂木板 破板而出 找准那蝶子铭记的位置 只看到以你一幕 那女子衣裳半退 双手搭在桌面上 露出腰之下那一大截雪白肥腻来 一个衣衫滑跪的老家伙正抬起手 想要一巴掌拍在那两半肥肉上 看到莫名出现的任山羽 老头二色迷心窍 没有太多惊吓 反而望向任山羽的苏兄 笑脸玩味 倒是那翘臀逢迎的柴妃院名声雀起的妓女 眼中杀鸡浓郁 第一时间并不是去提裙穿衣 一巴掌拍在桌面上 五指微微一拧 整个人像一只绚烂多彩的花蝴蝶 悬向不速之客任山羽 为了掩人耳目没有携带那对喧化板斧的女子英式 正要出手格挡 地板露出一只手臂 握住冥记的纤细脚踝 往下狠狠一扯 一下子就将其拽到楼下去 不见踪跡 任山羽满脸怒气 对出手的宋谷怨念颇深 原先筹划是由他刺杀冥记 宋谷对付柴妃院小宝 红书文侧应那三名有准 可宋谷让红书文跑去甘苦活不说 自个儿赖在屋内不走 而且那名同屋妓女根本不用死 只需要被打晕过去即可 就在任山羽出现一丝恍惚之时 那名回神过后畏畏缩缩的林郡豪声悄然伸出一手 掌心朝上 贴在桌面下 轻轻一掀 桌子急速飞旋 朝任山羽砸去 杀鸡揍起 任山羽一脚踹出 踢烂那张沉重的硬木桌子 然后就看到一张老麦英臣的脸庞越来越近 他被一掌拍在额头 娇小玲珑的身躯直接撞破墙壁 被拍出楼外 即将坠落街面之际 亦是越来越模糊的任山羽有些后悔 若是有那对斧头在手 兴许就不会这般不济世了